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 周四在新加坡召开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外交部长公安康金和 以及东盟领导人举行会谈 李克强就表示 中国和东盟 中国和日韩都在开展自贸协定谈判 希望两个协定谈判进程平衡进行 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希望这两个谈判的进程平衡 而且我们更希望 以东盟方式 东盟主导的RCEP的谈判 因为它的范围和规模更大 早日达成 但中日韩的自贸协定谈判 会按照我们三方商量的时间表 加快推进 因为我们要用实际的举措 来维护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 来向市场发出积极的信号 来给市场提供可预期的 稳定的自由化 法式化的环境和条件 我认为这既是我们对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 也是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提供保障和基础 东盟及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 在新加坡继续举行期间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15号上午是举行了双边会谈 聚焦朝鲜半岛问题 文在寅首先对美国中期选举结果表示祝贺 并提到在半岛局势上取得的进展 他也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韩寄予期待 他说半岛局势的进展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领导有很大关系 对此向特朗普表示感谢 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合作 以实现半岛的长久和平 彭斯就说 过去一年双方共同达成很多成果 不过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期待和韩方讨论下一次美朝领导人会晤 也期待朝方继续采取更多措施 以实现各方的共同期待 东盟与美国释迦一领导人会议15号时在新加坡举行 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会议 他在开场牌当中就强调美国政府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Our message is simple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ment to the Indo-Pacific is steadfast and enduring In all that we do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collaboration Not control Like you We seek an Indo-Pacific in which all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can prosper and thrive Secure in sovereignty Confident in our values And growing stronger 彭斯还表示东盟是美国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伙伴 美国与东盟有共同的愿景 美方将继续与东盟各国合作 他期待和与会各方讨论刺激民间投资 地区基础设施 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 他同时提到 美国与东盟的合作方面还包括对朝政策 地区反恐以及支持自由航行 彭斯宣布 美国与东盟在智慧城市网络上的合作 他表示这将刺激美国对东盟地区数字领域的投资 好 那么关于东盟系列会议的更多消息 我们马上来连线特派新加坡记者胡灵 胡灵你好 你好安东 胡灵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上午的东盟与中日韩的十加三会议 还有下午开幕的东亚峰会 各有哪些关注点呢 其实我们看到刚才十加三会议呢 刚刚举行了这个开幕的句词 那么会议是由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主持 同时的话 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以及韩国外长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分别进行了发言致词 关注到一个焦点 其实李显龙和李克强在发言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08年的金融危机 强调当时金融危机的应对 东盟与中日韩三国是进行了非常好的配合 而当下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变主义抬头的情况 就希望进一步来加强东盟和中日韩的这样一个合作 我们看到李克强在发言当中也特别谈到了这一次的RCEP的谈判 因为RCEP可能在外界的预期当中是比原定的签署的期间要拖延到了明年 不过李克强也表示说 其实RCEP在东盟的主导以及新加坡的推动之下 之前的谈判的进程已经由去年的50% 在今年以内已经完成了80%的这样一个水平 想象现在已经是临门的一角了 所以说各方要进一步来降低各自的雄心水平 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推动RCEP的最终的落成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包括中韩和中日的关系从去年开始也有明显的改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发言当中也首先谈到了 自己10月25号刚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在这样一个中韩中日关系转软的情况之下 相信也会进一步促进10加3的这样一个合作 在下午的两点钟 李克强就将出席东亚峰会 中国方面之前表示 希望东亚峰会来进一步协调经济和政治互信的这样一个部分 同时在会当中 中国还会提出包括要进一步加强资源和能源建设 等各方面的三项的举措 我们看到在下午的东亚峰会当中 日本副总统彭斯也会出席 安东 好的 非常感谢胡林来自新加坡最新的